I'ma make a better way Hey hey Already got the world on me Give a pretty brown girl a space You can keep your wedding I'ma make a better way Hey hey I think I can't you right You look pretty brown girl 哈囉我我是阿樂 今年來到了三月的尾聲 雖然最近的天氣還不太穩定 就像上週我已經開始穿短袖了 結果這週又套回了長袖 不過確實氣溫已經開始在漸漸回暖了 意思也就是說差不多該為春天的穿搭做準備了 也差不多是時候來分享一些我在春天時喜歡的搭配技巧 跟習慣分享 讓大家在單品的選擇或是搭配上 可以給到一些參考還有方向 Let's go 首先第一個部分上升單品的選擇 這部分我就先從最基本短袖開始好了 在尺寸選擇的部分 除了選擇比合身的尺寸還要大1-2尺寸之外 就跟我在夏季圍牙中穿搭分享的一樣 異常在穿著時自然落下的時候 長度差不多可以落在褲擋一半的位置 就以我的身高168來說 我異常通常會抓在75公分左右 這部分想要看詳細一點分享的 可以看這一集 那再來上升的變化不外乎就是單品的款式了 除了最常見的速踢之外 我覺得在春天滾邊踢、條紋踢或是棒球踢 這類型都是不錯的選擇 再來比較特別的話 我自己在春天特別喜歡的單品 就是五分袖還有七分袖 我覺得他們是比起短袖更適合春天的單品 因為就像我剛剛開頭說的 這時候的氣溫有時候涼爽有時候悶熱 他們剛好就很適合這樣的天氣 而且他們本身就自帶了一種慵懶感 很符合春天給人比較輕鬆愜意的氛圍 對了 不管是搭配短袖還是七分袖 都別忘了在裡面多加一些內搭 對增加整體視覺的分量感是非常有幫助的 再來第二部分外搭的選擇 因為春天氣溫有時候比較涼爽的關係 所以剛好就很適合搭配一些外搭的單品 而說到最適合春天的外搭單品 就是襯衫了吧 不過襯衫真的是一款非常複雜的單品 才知不說光是版型和樣式就五花八們 樣式方面還比較容易 就選擇自己偏好的款式或是花色 而在襯衫的尺寸挑選上 則會因為各式各樣的版型還有剪裁的關係 很難找到一個參考的依據 所以我自己在挑選襯衫的時候 就會根據我自己習慣的穿法去做選擇 放開所有襯衫的款式 不管長袖還是短袖 能找到兩個共同點 那就是領子還有釦子 那在分享我怎麼挑選襯衫的尺寸之前呢 就要先來說說我自己習慣的襯衫穿法 我自己平常襯衫習慣的穿法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大家都會的 全扣式 顧問C就是把襯衫全部的扣子全部扣起來 這種穿法是最能保持襯衫原之原味的樣子 這個方法大家都會 所以我就不贅述 至於第二種我稱它為 扣二式 也就是只扣襯衫的第一個跟第二個扣子 這樣的穿法有點像是把襯衫當成了披風 在上身的部分會有三角形的錯覺 在搭配寬褲或是上寬下載的追行褲的時候 就能在腰部到臀部的部分 做出一個寬度上的完美銜接 而且因為扣的第一個跟第二個扣子的關係 在視覺上也比較俐落 再來第三種我稱它為扣三式 也就是只扣襯衫的第三個扣子 這樣的穿法不僅可以稍微維持住襯衫的整體性 又可以同時達到春天給人很隨性慵懶的感覺 而其實第三種穿法並沒有硬性的規定 一定要扣在第三個扣子 其實大概就是抓在胸前的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那這三種就是我比較常使用的襯衫穿法 那前兩種全扣跟扣二式很影響這兩種穿法的一個關鍵點就是 領子的鬆緊度 因為襯衫的第一個扣子扣起來脖子就感到太緊的話 那這三種穿法就有兩個是完全不能用的 所以在購買襯衫的時候 除了版型之外 我最在意的就是扣子扣上後領子的鬆緊度了 我自己通常會預留兩隻手抓住領子之後 還有足夠移動的空間 但這個方法唯一的缺點就是 只有透過實際試穿才有辦法確認的 而至於襯衫的內搭選擇 我則會依據襯衫的款式去做調整 如果襯衫的下擺是平口的 那我就會挑選一長比它稍微長一點點的內搭 而如果下擺是弧形的襯衫 我則會根據襯衫的下擺側邊來選擇 因為這個地方通常是整件襯衫下擺是短的地方 讓這個側邊的弧形可以露出內搭T恤 這個小細節我覺得超級影響穿襯衫時整體的視覺感的 好以上就是上身的部分 至於這一集褲子的部分我就不贅述了 跟我之前分享過的技巧一樣 挑選比自己合身的尺寸打1到2個size 以我自己威力好了 我自己合身的尺寸是31或32腰 而我褲子的尺寸通常就會拿到34腰 不過這部分當然最準的還是以試穿為主 因為每個品牌的版型都不太一樣 再來第三部分配色 這部分其實是我在春天穿搭時最喜歡的一款 我自己很喜歡在春天的時候選擇一些比較light比較fresh的顏色 因為整體可以給人很清爽很有活力的感覺 所以搭配上可以使用除了很常見的白色淡藍色之外 還可以選擇像卡錫色燕麥色駝色這類型彩度比較低但明度比較高的顏色 或是像藍色灰色這類的冷色調 因為淺色本身在視覺上就會有放大的效果 所以對寬鬆穿搭來說淺色系的單品就像是加了buff的存在 不僅提升了整體的寬鬆感 而且我個人認為在氣質方面有加分的效果 不過前提是這些單品一定要乾淨 不然你的想像已經穿了污渍的白襯衫還能替你加分嗎? 說了這麼多難道在春天的時候就不適合任何深色的單品嗎? 其實不是的 掌握一些平衡穿搭的技巧 不僅可以讓整體的視覺看起來更完整 有時候還可以帶來畫龍點睛的效果 像是在配件的部分 適當加入一些深色或是跳色的單品 不管是帽子、項鍊、眼鏡、小包、手錶都可以 簡單選擇一兩樣單品 就可以提高整體的層次感 也可以平衡整體的穿搭 最後就是營造和春天一樣 給人很舒服的氛圍也是很重要的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技巧 微空中穿搭的第一集是從去年夏天的時候開始 後來也陸續出了秋天和冬天的這個系列 所以今天春天的這一集呢 算是把這個系列告一段落 那這系列的每一集所分享的技巧跟概念 其實彼此都是有互相關聯的 也一直都是我 不管在選擇單品或搭配上會使用到的方法 希望可以幫到幫我選擇這樣的風格 或是真的想要嘗試這類型穿搭的你們 那這系列差不多就到這邊 記得Follow我IG 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惡樂 我們下一集